在韓國工作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負責警務交流 這一類的就是歧視案件的情資傳遞 前所未見的台韓詐騙案順利侦破 關鍵角色是他 國內首位女性駐外警察聯絡官黃沛如 駐韓期間奔走各地警察機關 和被帶的台灣車手一一面談 有些車手他當然是看到台灣人很開心 但是就是跟我聊天 詐騙基本上他們都有設斷點 然後通通都是用通訊軟體 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上游是誰 他們講出來的名字也都是化名 從一開始的零星個案到後來 南韓密集出現台灣車手 前後將近60人被逮 駐韓順利侦官取得嫌犯資料後 刑事局同步展開調查 嫌疑人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韓國本身他不知道 這是一個集團式的 因為大家就是因為個案去偵辦 我們國內向上偵辦 發現這是一個集團式的 所以我們還有做一個組織圖 跟他們表達 這個是集團式的可能你們 這邊不知道這是我們有發現 這些嫌犯分散各地看似沒有關聯 但做筆錄時都提到一位綽號龍妹的人 由他出機票住宿費成了警方的重要線索 負責台灣端偵辦的女警官找出藏在幕後的操盤手 執行具體行動當天得知龍妹將出境 立刻趕到機場攔截歹人 兩名女警分頭合作從一張逮捕通知書追出近60人的跨境詐騙集團 也創下台韓打擊犯罪的重要成果 TVB宣燒一場立委華簡宇綺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